澎湖拥有全境无污染的水域 海水颜度较高 一颗颗的牡蛎 肉质特别鲜脆 肉甜 肥美 深受旅客的喜爱 但游客大大美味的背后 澎湖每年产生3000公吨的牡蛎壳 堆积带处理 成为地方上头痛的问题 亦员里天静 铝黄春金 接连反映西雨 菜园牡蛎壳的问题 盼县府协助地方解决乱象 议员里天静表示 去年为了解决牡蛎壳的问题 经过协调找到一处战制场 但后来因为台风海浪会冲击影响 公所态度转去不同意 让全岸再度回到原点 他认为 该出地点经过地方沟通后 村民都相当支持 眼看牡蛎产季即将来临 他希望有副县长出面协调 并建议用小拨块阻隔 或是更好的方式 让牡蛎壳在今年顺利解决 甚至找出一劳永逸的方式 解决地方的困扰 另外菜园牡蛎壳的问题 议员吕黄春金指出 去年县府编列预算 来协助解决菜园牡蛎壳的问题 但至今没有下文 现在光光季到 牡蛎壳将大量产生 希望县府加速了解问题的真结 尽速完成清理 农业局长胡留宗表示 农业局相当关心牡蛎壳的问题 也一直与公所沟通 保持联系 然而早前公所发包 跟厂商有签约 若县府介入 将与厂商产生纠纷 让问题复杂化 产生诉讼问题 而目前听说 双方在走解约的流程 但程序尚未完成 待公所与包商解约后 县府即可介入协助 记者王海龙报道 成功 本集完 精悦 蒸